在经历了赛季初期的甜蜜期之后 近段时间小乔丹彻底被沃格尔弃用 胡人的两大内线只有霍华德偶尔的登场打一打 实践证明小乔丹确实不适合胡人的体系 近日爆出胡人想要将小乔丹送到绝京去 因为绝京管理层想要签约一名内线球员来分担约基奇身上的压力 这样一来双方算是能够互相满足 刚被雄鹿踩掉的考新斯或许有机会重新回归洛杉矶 不得不说小乔丹陨落的速度确实有点快 在洛杉矶快船效力的时候还是明星球员的级别 但是从篮网开始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去年休赛期被篮网抛弃后被胡人收留 当时的胡人还以为捡便宜了 现在来看完全就是当了一回冤大头 好在胡人并没有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赛季初期由于霍华德和农眉的冲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乔丹都充当胡人的首发中锋 无论打低好与坏都有相对稳定的出场时间 反而实力更强的霍华德坐进冷板凳 只可惜如今的小乔丹确实不合适小球时代的打法 加上年级大本身脚步就慢 在防守端的阅读能力差 沃格尔试验了一段时间后面彻底的放弃了他 从打死亡吴小开始小乔丹基本上没有出场的机会 霍华德也是偶尔的打一打 不过火花的优点在于一上场就立功 如今詹姆斯也公开力挺霍华德 后续的比赛里火花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 而小乔丹逐渐沦落为边缘角色 被交易也是很正常的事 好在这个接骨眼上遇见了有需求的绝晶队 由于木雷伤退归期未定 刚续约的小波特也接受了背部的手术 无限期休战 球队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约基奇身上 面对对手的轮番针队管理层为了约老师的健康 想要给他找一名能够分担压力的内线球员 这样一来胡人和绝晶便能就此达成一致 从曝光的消息中看到这笔交易中 胡人送出小乔丹从绝晶那里得到多奇尔 多奇尔由于伤病 目前还在恢复期 并且他的合同还是非保障性的 胡人得到他以后 大概率会选择裁掉这样一来 便能再多出一个名额 送走小乔丹之后 胡人的内线更加的空虚 所以空出来的名额肯定会签下一名内线球员 刚被雄鹿泻沫杀绿的考心思 或许迎来的新的机会 或如补充内线考心思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遭遇伤病 健康状态下的考神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联盟的生存规则就是这样的残酷 有实力的球员备受追捧 没实力的球员则是备受冷落 甚至是被淘汰出局 小乔丹如果被交易到绝晶 把握住机会还好 把握不住离职业生涯结束也是瞬间的事 没有人会看中你过去拿到了那些荣誉 只会看中你现在还能够做到什么 除非你是巨星球员 即便是在场上发挥不了太多的价值 但自身所带的商业价值 可以给球队带来利益收入 可是联盟中能做到这种效果的球员又有多少呢 都说现在的联盟时东强西弱 但从实力来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西部球队的实力仍然要在东部之上 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更为残酷 所以想要在西部球队中脱颖而出 必须要有好的阵容搭配 以及球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胡仁和绝晶的交易 要是能达成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毕竟这笔交易彼此付出的代价都不高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يع估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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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ra